大家好 这两天中国的外交战狼比较抢眼 战狼小队长王毅访问欧洲 想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 在蓬佩奥拉拢欧洲的时候 巩固一下最大的盟友 结果不但没有拉拢成功 反而被啪啪打脸 这一期我就想谈谈这个事 顺便谈一下中欧关系 是不是要开始实质性的转向了 这次王毅的访问是从8月25号开始 先后访问欧洲的意大利、荷兰、挪威、法国和德国 9月1号正式结束行程 好巧不巧的是 王毅访问欧洲的时候 刚好是杰克的参议长率团访问台湾的时候 之前杰克的前参议长克加洛说是要访问台湾 结果被中国的大使连声警告 导致心脏病发去世了 那么现任杰克的议长米洛什·维斯特切尔 实际上他这一次帅团访问台湾 就是要继承前议长克加洛的一致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外交的报复 显示杰克不受中国的羞辱 那么果然他访问台湾的时候也说 说克加洛在天上看着我们 希望他不会认为此行失败 也希望我们可以向欧盟其他国家起个带头作用 补偿访问台湾的迟道 杰克其实是东欧诸国当中 原来苏联的华约阵营当中最先有民主意识的 也是后来差不多最恨苏联的了 1968年1月份开始 原来的杰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在共产党总书记杜布切克的领导下 开始政治民主化改革 建设带有人性的社会主义 又称布拉格之春 结果到8月份苏联派遣五个华约成员国 25万大军 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入侵杰克斯洛伐克 硬生生打断了杰克的改革 这个入侵杰克造成108名平民丧生 很多人是在街头被苏联的坦克和卡车给压死的 后来1969年杰克就封锁边境了 封锁边境前有10万杰克斯洛伐克民众逃离一家园 一直到1989年 东欧巨变 苏联垮台才回来 所以杰克人对共产党是有格外的仇恨 对8964都有格外的共鸣 杰克议长就说 我们知道老大哥是什么样子 他们从来不会有任何的仁慈和让步 这些是刻在杰克人骨子里的历史记忆 那么米洛什此行也成为台湾45年来 第一个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参议院议长 在台湾的访问 并且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 这次访问应该说取得了很大成功 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台湾还给米洛什授予勋章 这些就不提了 据说这次米洛什是带了89人的代表团 访问台湾6天 结果在9月4号离开 还有8964的影域 米洛什在9月1号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 并且效仿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著名的西柏林演说 说我是柏林人一样 他以中文说我是台湾人 这个让台湾朝野上下十分的振奋 也是这个我是台湾人 让中国的王毅非常不爽 结果捷克议长在回去的时候 据说中国的战斗机 在他的行政飞机80公里处的地方半飞 显示一种威胁 王毅公开言辞呵斥 这个捷克议长的行为是公开挑衅 说中国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沉重代价 那么也就是这句话激怒了整个欧洲 这个我们过会儿再说 其实在我看来 王毅根本没有必要如此震怒 这个捷克议长在台湾立法会演讲 他模仿的是肯尼迪说 我是柏林人 其实东柏林西柏林都属于一个柏林 你也可以引喻为一个中国 另外按照这个类比 就是肯尼迪说我是柏林人 这个捷克议长米洛什说我是台湾人 可以看作把台湾类比成一个城市 因为柏林又是直辖市 那直辖市就相当于一个省 所以也可以看成就是捷克议长把台湾类比于一个省 刚好符合中国要把台湾当成一个省 所以我也不知道王毅有什么不满意的 当然了真正激怒王毅的可能是他的另一句话 就是捷克议长在离开台湾的时候 他说自由民主的国家有义务互相合作 并且他邀请了台湾立法院院长 游锡坤率团访问捷克参议院 但是米洛什他又加了一句 他说虽然我们无权进行官方的正式访问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互相访问和合作 可以说踩到了中国的一点点红线 但是也表现得非常的克制 但是只是按照中国的外交惯例 他非常在乎那一两个字词 一字之差就可能是踩中红线与否 中国在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华春莹还纠正记者的提问 说你不要称台湾总统 你要说他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其实中国政府一直也要求美国的官媒 比如说VOA自由亚洲 他们在新闻报道中也要说台湾地区领导人 这个是公开的 因为美国这边出于国际关系的考虑 就不要搞得那么太难看 于是也就这么招了 这个算不上什么渗透 但是这一次捷克在台湾立法院 他说民主国家之间有义务相互合作 王毅可能觉得这个已经过了红线了 所以就用了非常凶狠而粗鲁的词汇 对这个王毅的喝斥 这个米洛什自己回应 说对中国外长的恐吓感到非常不高兴 批评中国把一中原则强加到别国 他强调自己也并没有越过红线 他说捷克仍然是坚持一中原则 或者一中政策 每个国家对一个中国有自己的理解 捷克的政策也没有禁止参议员访问台湾 并且捷克政府也说 这个参议员访问和这个政府访问还是不一样的 而今天捷克又补充 捷克的是一中政策 跟中国的一中原则不一样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自己的一中政策 这个跟美国前几天的 在他的大使馆推特上表达出来的一致 就是说美国说自己有自己的一中原则 跟你中国的没有必要一样 这个也颇为让中国就是无话可说 就是中国这边的一中原则 那规定的是非常的死的 不但限制其他国家跟台湾的交往 对于台湾的领导人的称呼 出访的级别国家 以及参与国际社会各种组织 都有非常多的限制 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 就越来越让台湾人愤怒 也显得非常的僵化和死板 这样从长期来看 台湾人不可能长期处于一种 不是正常国家的状态 这对他们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中国要么就是尽快结束内战 彻底解决台海问题 要么你就让它独立 或者中间道路一点 你就让台湾以某种名义参加国际组织 否则的话 国际社会哪一天真的烦了 台湾人真的受不了了 然后中国经济这边也内循环了 那个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国依赖度降低 那么承认谁不承认谁 那也是别人内政 你中国也管不了 甚至于大家一起弄一个第二联合国 国际联盟什么的 讲起来它也不违反老的联合国 什么178节号决议 也不违反什么一个中国 但是自己另搞一个国家名册 把台湾就登记进去 甚至现在的这波国家 全都退出老联合国 最后联合国就剩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光杆司令 你自己玩 那么这个就有点说笑了 但是现实中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最近像美日欧和台湾 打造一个价值观同盟的产业链 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TPP 就有点脱钩的意思 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中共在一中原则 或者其他的一些外交原则上 一贯是要让别人来灵活的迁就它 它永远是抠住一个历史细节 去卡住别人 或者是说它一直让别人不要踩红线 但是这道红线的解释权呢 一直在他手里 而且这道红线本身也是非常灵活的 大概就是这么个作风 那现在呢 捷克是第一个 也是欧盟中第一个 觉得这个很不耐烦 第一个出来要挑破这一点的 这个也非常有象征意义 就像捷克议长说的 我们捷克人很了解共产党 知道共产党永远不会止步 这个呢也让全世界逐渐明白一点 就是说你如果在一些外交原子上 一味顺着中共 它可能会得寸进尺 无休无止啊 给你玩温水煮青蛙 从类似九二共识那样的一个中国原则 到中国自己的一种原则 它会给你悄悄加上一个 一个中国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涵 最后呢 就是说到台湾一定要加个省字 如果你这个也遵从呢 那最后就像周子瑜那样的小女孩 挥着就中华民国国旗说 我是台湾人 这样都不行 就是说中共它好像是永远没有底线的 它的底线永远在变动 就是说中共好像是永远没有底线的 或者是说它的底线它做主 那么别人的底线呢 也是要它做主 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像毛泽东说的啊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你有你的意中 我有我的意中 这样呢 才不至于落到你的框框里 先是美国明白这一点 然后是捷克呢 也实践了这一点 王毅呢 还是按照老套路 发出了非常严厉的恐吓 但是他那一句 要让捷克付出沉重代价呢 却惹恼了整个欧洲 本来呢 捷克总统是算是一个清华派的 但是呢 他也事后发表声明 他说不能接受对参议长这样的恐吓 本来呢 斯洛伐克啊 他是跟捷克分家了 本来跟捷克也是互相看不起 但是斯洛伐克的女总统 也站出来表示支持捷克无法接受对欧盟成员国这样的恐吓 法国 德国 欧洲两强 也是中国在欧洲打造的两大盟友 本来也是有意来联中抗美的啊 至少是说欧洲啊 保持独立 结果因为王毅这句话也接二连三的表示欧洲盟国不能接受这种威胁 先说捷克 捷克总统泽曼他是2013年当选啊 本来呢 中捷关系就是有改善啊 在他撮合之下布拉格和北京还缔结姐妹城市关系 捷克也被视为中国一带一路在东欧的桥头堡啊 中方呢也曾经给捷克更多的贸易投资 但是呢 国际形势转变中国的经济形势也在转变 中国在当地的很多投资承诺吹的很多泡泡没有实现 结果没有实现呢 中方的态度又比较的强硬 中方态度为什么强硬 你看王毅的这个态度你就知道了 结果这样的态度很让捷克人反感 捷克人就回忆起啊 六七十年代那个威权的时光 所以呢 本来就对共产主义抱有怀疑的这个捷克人呢 就开始产生了反华情绪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 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多事 近期呢 会陆续发布一些周周坎讨论群的二维码 以及群主二维码 讨论一些热点问题 同时也欢迎大家加电报群 这些呢 都会发布在我的个人频道审时多事 链接我会放在节目的下方 好 谢谢大家 结果2018年 宜华派的代表 就是现在的布拉格市长叫贺吉普当选以后呢 他就选择了 疏远中国亲台湾的作风 解除了跟北京上海的姐妹城市 选择跟台北结为姐妹城市 也是这个市长呢 在王毅说要付沉重代价之后呢 写了一封信 公开臭骂王毅是无理的粗鲁小丑 捷克现在能够腰杆这么硬啊 敢跟中国叫板 主要是因为他经济上还没有对中国形成严重的依赖 那么经济学家统计 中国的投资和贸易对捷克的影响非常小 捷克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只占捷克出口总额的1.2%到1.3% 服务业大概只占2.3% 也就是如果完全与中国脱钩 捷克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只会有1%的下降 其实呢不但是捷克啊 这次中国的形象在捷克访台 在王毅说出那句话之前就已经很差了 早前在8月25号呢 就有70名来自欧洲议会 美国加拿大等地的政客呢 发表联署批评中国的战狼外交 认为捷克不用中国批准 就可以与台湾建立经济文化关系 因为之前呢捷克就传出要派参议长访问台湾 中国就一直在阻挠 然后就在这种气氛下 王毅8月25号开始了访问欧洲 在首站意大利 意大利去年和中国签订了29项经贸协议 总价值28亿美元 意大利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桥头堡 在疫情期间也一度被认为是重点帮扶对象 还有人在意大利街头放国歌 但是这次王毅访问的时候 他的总理孔特呢却说呢 我不在罗马在外地 只是通了一个电话 而且并没有谈到王毅很想谈的华为问题 但是意大利外长呢却在会见中直接谈到了香港局势 他说高度关切香港国安法 指出中国必须维护香港的独立性 王毅在荷兰访问的时候呢 荷兰一方面说 显示两国都希望合作建立认真的双向关系 但是同时呢也提到香港记者和议员被捕的事情 那么在挪威呢有记者就问到 如果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颁给这个香港人会怎么样 那王毅呢开始展现他访问挪威真正的使命 就是警告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 不要颁给香港年轻人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其实呢他这也是在干涉挪威的内政 只不过挪威因为刘晓博的和平奖问题呢 给了王毅一点面子啊 没有公开谈这个没有谈太多 然后王毅在发布会上又说这个新冠的源头不一定是中国 又说这个源头呢是一个科学问题 不是政治问题 但是如果真的是科学问题 你为什么又要这么在意这个源头是哪 为什么又非要解释这个源头不一定是中国 如果真是科学问题 为什么不再早期就敞开了让别人查 或者是说提议 同时每个国家都敞开 让世卫组织都查一遍呢 说到底他还是把这个当做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在访问法国的时候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是谈到了华为 他说呢 法国不会因为一个公司的国籍就禁止他参与什么5G建设 但是出于对欧洲主权政策和网络安全性的考虑 爱立信和诺基亚两个欧洲公司 可以提供一个真正的欧洲工业解决方案 并说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你中国也可以理解吧 其实就是柔性拒绝了华为 就跟加拿大啊 也没有明确说反对华为 但是就一直在拖时间 实际上也是柔性拒绝了华为一样 而且法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啊 公开表示与捷克共和国站在一边 不能接受中国对捷克的这个威胁 在最后一战 德国也是欧洲的这个最重量的国家 王毅很想搬回面子 但是呢 德国外长跟王毅的会面 那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 那网上有视频 从这个德国外长在等王毅的时候 走出来的那个姿势 左手插在裤兜里 漫不经心 面无表情的晃悠悠的走到那个前面去 一直到记者会以后 德国外长走到王毅的讲台上 用一种很轻挑的动作啊 就这样 把他的好像口罩什么东西 拿了过去 然后慢慢的放在自己的台子上 所以这样的动作啊 以及德国外长对于捷克的问题 对于香港 对于人权啊 还有什么新疆集中营问题 德国是谈的最多的 本来这是一个过去拉盟友的外交访问 中方很希望打一个漂亮的外交战 结果这个访问访到这个地步 那只能说是一个滑铁炉了 所以王毅到访问德国之后呢 才意识到啊 他恐吓捷克的这个问题严重性 所以他在德国的新闻发布会上 用一种快哭的姿势呢 低声下气的就解释 这个是捷克踩红线 中方不得不反击 但是就算你要反击呢 你也可以用通常的词汇 比如说严重伤害某某某的感情啊 严重侵犯什么国家利益啊 严重损害双边关系啊 甚至中国人民都不答应这种词 但是呢 他偏偏用的是让捷克付出沉痛代价 这个呢就有点内腕了啊 什么腕呢 就是排出所警察面对上访户的腕啊 就是乘款面对街头小贩的腕 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派战斗机啊 近距离跟踪别人的这个行政专机 这个就是摆明了 就是看人下菜碟嘛 就看不起捷克是个小国嘛 这个让全世界 特别是让欧洲看的是一清二楚 大家心里都低估啊 现在中国还不敢对法国德国怎么样 那如果让他再发展发展啊 那以后就是动不动就可以让任何一个国家付出沉重代价了 其实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啊 在8月上旬也访问欧洲 当时分析呢 就是蓬佩奥希望拉拢欧洲一起遏制中国 但是欧洲呢 其实从内心一直是很想保持一个中立或者独立的 有人说这个德国默克尔就是个最明显的表现啊 就是对美国一直很提防啊 甚至有点反感 结果导致了这个川普从德国撤军了 所以有人痛骂呢 这个德国对中国态度暧昧 甚至说绥靖 甚至是纳粹啊 当然这个有点过了 人家德国毕竟也是一个有历史传统国力强生的有尊严的大国 德国默克尔这个态度呢 里面有政治的原因 也有经济的原因 经济的原因嘛就比较简单 比如说2019年啊 像德国的DAX公司在中国 15%的利润来自中国 2020年大众公司 42%的利润来自中国 宝马是34%的利润 阿迪达斯22%的利润来自中国 所以自然要跟中国关系好一点 那么政治的原因呢 就是德国呢 其实一直想走第三条道路 既不完全等同于美国的那种资本主义 也不同于前苏联的社会主义 加上默克尔本人呢 也有点社会主义情节 而且他也被美国监听过 也是一直耿耿于怀 那么关于这个第三条道路呢 这期节目就不细说了 我会在另外一个节目里啊 前段时间准备的就是从德国撤军的那个节目里说 那么王毅这次访问欧洲呢 外界也是认为就是为了防止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 针对中国 结果欧洲本来人家很想中立 但是呢 王毅访问完 不但没有拉拢到欧洲 还为自己四面树敌 直接把欧洲推向美国 那有人会说 王毅这次回国肯定要背锅了 我认为不会的 因为习近平刚刚讲了五个坚决 像王毅这种战狼作风 他在中国是绝对政治正确的 他碰上习近平这样固执的 哪怕全世界都是敌人 他也不会认为自己有一丁点错 其实呢 早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呢 各国研究机构就开始关注疫情中后期 中欧关系可能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特别是在6月22号 中欧领导人有一次线上峰会 那个峰会以后 双方都没有发联合声明 而是各自发了一个联合声明 外界就认为这就是一个信号了 结果这次王毅访问欧洲呢 可能把这个信号放大坐实了 中欧关系应该说之前还是挺紧密的 因为2019年的时候 欧盟和中国的GDP呢 就是欧洲整个加起来 它是世界第二 中国是世界第三 总量加起来30万亿美元 占全球的35% 而且中欧之间的贸易额 达到了4.86万亿人民币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 但是疫情非常严重 冲击了整个欧洲的经济 像德国 法国 波兰 挪威 这些国家经济普遍下降10%到20% 欧盟在2020年全年GDP要降7.1% 那么疫情以后 疫情中后期呢 有48%的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变差了 比如像法国丹麦 更是有60%的人更讨厌中国了 就算是那个奏义勇军金行曲的意大利呢 也有37%的人因为疫情更讨厌中国 整个欧洲对中国印象变好的呢 只占12% 这个呢不光是经济冲击了 还有就是疫情早期中国的防控不利啊 言论管控啊 后期的这个疫情外交 还有这些中国外交战狼团用的词汇啊 也是原因之一 当然了欧洲人一方面对中国的印象变差啊 他对美国的印象也没有变好 在疫情中后期啊 可能因为欧洲人比较讨厌川普那张大嘴巴 所以有60%的人更加讨厌美国了 只有6%的人呢 对美国的印象变好 相比之下呢 对中国印象变好还是12%还高一点了 但是这次王毅访问欧洲之后 估计欧洲对中国的印象会变得更差了 那对美国呢那是另外一回事 跟中国不一定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可以叫做欧洲的独立人格吧 其实欧洲呢 它的整个的人权标准 卫生标准 电器那个工业的那个标准 食品标准 乃至于政治道德上的标准 它都比美国高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逼格比美国就高一个层次 欧洲人印象中的美国呢 就像电影里经常描述的 要么就是工人农民 要么牛仔皮卡 反正就是比较粗鲁的样子 欧洲人呢就是比较高贵 有文化一点 反过来呢 美国人也经常在影视作品里 就是嘲讽欧洲人啊 描绘的这个欧洲人都比较傻那样 就像蜘蛛侠 大家也看过 但是就算欧洲美国之间 再怎么互相讨厌 或者看不顺眼呢 毕竟第一啊 他们同出一门 血脉相连 可以说是同文同种 更关键的是呢 双方的价值观相当一致 只是在具体的事物上有点摩擦 比如在贸易问题上有点摩擦 在生活情调啊 审美情趣上啊 互相有一些互相看不起而已 但是跟中国呢 那就是完全性质不一样的了 中国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自私 这种自我忠心 没有原则 这种像一个共产帝国 加速迈进的步伐 这种人权标准 那中国的人权在欧洲人眼里 那就不是低标准了 那简直就是没有标准 以及中国现在展现出来的 这种潜在的扩张野心 其实呢大家都说 包括我也说过 中国其实文化里并不带有强烈的扩张基因 但是呢在中共的这种受害史观的教育下 在国力弱的时候呢 他可能确实是觉得这个极所不予 无事与人不想扩张 但是中共本身还带有一种扩张性 或者同化的这么一种价值观 那么他国力一强以后 什么国际原则他都可以不要啊 他一张口反正责任全在对方 我永远是洁白无暇 就是还是一脸绿茶的那个样子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潜在的扩张野心 就像最近在强推内蒙古的这个双语教育 就显示了这个中共的文化 他不能跟多种文化并存 哪怕是没有矛盾的文化 也不想并存 这个就让人非常警惕了 因为人类以后呢都是一个地球村 如果中国当了老大 那么他迟早强推普通话 要强推到欧洲去 所以呢欧洲人觉得 现在不能像以前一样啊 只顾着赚钱不顾人品了 用句老话说 就是如果再只盯着中国的钱 那就像耗子给猫当三赔 挣钱不要命了 所以这次捷克议长访台 直到王毅的欧洲外交滑铁卢 它必然是中欧关系上的 一个实质性的转折点 这期节目呢 我花了很长时间搜集数据 所以呢节目两天才做出来 那么以上这些数据呢 都来自中国和欧洲各国的权威机构 有的是网上新闻都未必搜得到的啊 更不可能是我瞎编的 那么节目最后呢 说点题外话啊 就是有观众留言说 我最近节目不规律啊 确实最近有一些生活的琐事 节目的频率和时效性有些跟不上 不过很快就能恢复正常 而且书的介绍很快就会推出 另外呢 本期节目也受到一位朋友的启发啊 之前呢 就与他一直就各种问题保持着交流 也非常有收获 上面的德国经济数据呢 也是他提供的 但是最近呢 因为手机号变更或者其他原因呢 他跟我的社交软件突然联系不上了 也没有其他的联系方式 所以在这里呢 广而告知一下 希望这位朋友如果看到节目呢 能够重新加一下我的社交软件 我非常希望与您继续保持联络 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